继续要为您报道的是 东部地区连续三天下大雨 而且都集中在东海岸 其中台东县的长冰箱降雨量是全国之冠 将近有500毫米 这样的降雨量已经破了当地七年以来的记录 这一场豪雨也间接造成了台东县 有两人不幸死亡 台东地区16号开始下大雨 17号雨势更大 因为市区街道排水不良 马路变成水路 民众开车骑车很不方便 这场雨下最大的地方是在东海岸地区 山区有几明显 大小溪流涌现滚滚的黄泥水 东海岸山脉到处都是一条条的瀑布 三天来降雨量最多的地区 是在台东县的长冰箱 一共下了485.5公里的雨量 这样的降雨量更是破了气象局 从2004年起 在长冰箱山区装设自动雨量测证以来的记录 长冰那个地方 我们的站是设在比较山坡上面 然后它大概有一点地形效益 然后在整个风吹送上来 雨吹送上来受到地形的影响 又有台深的作用 所以在那边就会降下比较大的豪雨 不过这么大的雨势 通常在东部只有台风天才遇得到 秋冬干旱季节很少见 但这场豪大雨 却间接造成陆野乡一位民众 操作灌溉水闸门不慎密闭的意外 下午海巡人员 更在成功镇的三仙台海面 发现一名身份不详 落海民众的遗体令人遗憾 那这个服饰来讲我们初步是看到的是 有男性的特征 全身浮肿 幸好到了下午 台东地区的雨势缓和下来 终于可以让台东民众感受到 干爽的天气 技巧江明哲台东报导